大家好,今天是5月8日,星期三 我們先看看今天市場有些是升有回 基本上這幾天,這個星期都是會回調的 昨天已經說過了 今天升的板塊只是不夠一半,略少於一半 再看看排名的5個板塊是煤炭、金融、半導體、紫銅、林業、運輸 個別來說就是煤炭,一開始可能會再炒一下 所以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煤炭之前是升過熱炒,接著剩下,現在又再回來 所以值得留意一下 其他的金融方面,不是銀行股方面 其他投資方面,你看到很細小的 有這個只升了1毫升了100% 將會拉動了整個板塊,很持有的上升 其實這個沒有太大作用 這個是半導體方面,這個跟昨天都差不多了 有些都是很OK的 你看到全部都是會在這個 還有紫銅林業,全部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那些九龍子業、李文等都還未見到這裏 然後還有運輸 運輸的時候都是一些比較物流 不是可以很拖動整個大板的波動 然後看完這裏之後,我們看看個別的股票方面 你看到,除了小米有比較好的升幅之外 其他所有的都是綠色為主 今天回調的跡象很明顯的 這裏上有一個類似 不知是十字星還是陰燭 起碼已經陰燭了 那將會可能在今天下午 如果還跌穿的話,就不太好 那唯一一件事就是 明天如果又跌穿了,進入保利哥通道 上續以下,這就不太好 這就不太好 明天我們來看看 今天可以考慮,留意一件事就是首降資源 9值 332